大家好,我是酷奇 百花用完木的,還是要把水的給補上 也順便把之前沒有機會用到的海性三性 這個是超轉身版本,給編成進去 趁這個機會,邊打 也邊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心得 那麼就出發,GO! 又是你耶 第一關明明蠻多角色的 然後又要帶這個轉轉到最後一關去了 我這次錯了蠻多的SB 所以開場水艦艇就可以變身了 然後烏斯里的技能也可以先開掉 給他裝的是烏魯卡的武器 可以有兩回合的無效盾貫穿 然後帶兩回合加速,帶三回合加速 這樣前置作業就算完成了 有這個無效盾貫穿 對於L字的隊伍打前面也會比較順一點 百花昨天這樣打完啊 我去查了一下其他樓層 會出現什麼樣的角色 最麻煩的應該是第二關了 一大堆會交換隊長的角色 真的感覺就是惡意滿滿耶 如果抽到不好的角色就是要耐久 來看一下第二關是 喔好打的耶 他是Sandy吧 火屬技運然後也有無效盾會交換隊長 這個交換還好啦 就要看你的隊員是怎麼樣的角色 然後Uzi的話是消六顆有半點 然後也有固傷 固傷是無所謂啦 但至少有半點要做到 因為我一直覺得啊 有轉轉在對我來說是蠻方便的 前提是手指要夠長 不長的話有那個轉轉 還是很礙事 一二關是可以打得很順啊 但四五之後啊就真的沒辦法了 喔點陣白盾耶 點陣白盾有什麼樣的行動啊 完全沒印象 好像打完一次啊就沒再打了 也沒有練技能 應該是超根性之後行動會比較不一樣吧 欸做貫穿 先來看一下 沒有打到一半也沒有問題 以想像中硬 還好還好還好 欸都那就來開一下解鎖 然後再開ロイヤル的技能 這一次神技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抽耶 我個人是沒有抽啦 雖然說也蠻想要水艦艇的但 最近感覺啊都沒有什麼那種很強烈的吸引力 可能我內心深處也在蠻期待有更好的合作出來吧 但最近啊真的是很死急耶 說不上來 超重的延遲 十回合 十回合是還可以啦 你看這個時候啊就覺得 有那個轉轉在蠻方便的 就算版面缺色也可以撈出來 不過啊這種百花開了之後 我就玩得蠻開心的耶 就是啊就算你機構成 打不過 或者是不想花那麼多時間的話 打百花也可以 但最後一關的掉落機率聽說很慘啊 上次算是運氣蠻好的 有掉提升一個素材 但如果要透過這一關來打西石 好像不是那麼划算耶 如果有一個穩定可以刷的對我那倒是還好啦 像我自己都蠻想要的 達到現在還沒有 應該是運氣太衰啦 不然就是我平常沒有什麼在刷 這邊做貫穿 像這個時候就是被影響到 再多削一串 海星三星啊他還有一個章魚燒 所以削兩串下也有一些火力上的疊加 好 第四關 第四關啊就是我不大推薦用水劍艇來打的原因了 水對打梅諾亞真的是很吃虧 最吃虧的原因就是他們所有的附屬性啊 都是木 所以最好的方法要嘛是轉屬性要嘛是耐久啦 那我最初做的策略是耐久 先耐久10回合 等他的屬性吸收結束之後再打 那碰到木的應該也是這樣子 其實最早的策略不是這樣子耶 本來是用美國隊長的二技水果刀 來強制把敵恩轉屬性 然後再靠雙吸收無效的技能通過 但發現啊偶爾啦會沒辦法打穿 所以後來就把這招留到最後一關使用 在打星龍的時候會變得更順一點 好努力耐久完了 那我們就開技能 然後無私的技能也可以開掉 有天降的話就想賺到 沒有的話就算了 他的三回合掉落機率蠻高的 打了這麼多次啊 都覺得梅諾亞完全是針對水隊的 就是因為第四關是固定梅諾亞 只水隊玩這裡才會那麼痛苦 不過好在啦 現在Royal他的隊長技 有被血也有半減 所以就算敵人發瘋之後 也可以好好的耐久 這算是好的地方吧 耐久上沒有什麼壓力 讓你想想 最早我們不是都是用 獸神加海魔女來打這一關嗎 有夠痛苦的 惡魔那邊要開一隻水果刀 惡魔那邊要開一隻水果刀 然後boss那邊要開一隻水果刀 儘管現在看起來水隊已經變得夠強了啦 但還是被克屬性這一點就覺得 很煩惱 而且啊 純屬性的裝備到現在也沒有很多 官方也不大想要出吧 說真的 因為你出了之後啊 就有更多的無效隊出來 然後官方表明了就不喜歡無效隊 但之前好像也有看過文章 是他們發言的吧 都不否認無效隊是一個策略 實在是有點打自己臉 看到這個文章就這樣想 所以蠻多的嘛 又多消一個貫穿 其實消貫穿沒有什麼火力 主要還是要靠L字 會不會算說近乎全隊都吃得到貫穿的傷害啦 不會算說近乎全隊都吃得到貫穿的傷害啦 但L字有疊加起來的話 傷害還是比較可慣 這一次剛好合作裡面不就有出了一隻 一樣是給水箭艇 的角色嗎 就算我沒有水箭艇 其實我蠻想要的耶 還是因為外觀的關係啦 真的是因為外觀抽角色耶 不過應該也不會抽太多啦 剛好合作太多次了 合作到有點膩了 其實我真的比較期待的做法 是真的全部打掉重練會比較好 把整個池都換翻新一次 變成新池 那舊池的話呢 甚至可以用時間交替的方式出來 這樣其實比較能夠激起玩家的興趣吧 好 星龍這邊呢 最麻煩的 就中間跟右邊的 右邊尤其難打 所以如果能夠轉屬性的話 這裡可以打超順 你看喔 在有轉屬性之下 其實一開始也不用看啦 等到右邊吸收結束之後 再看會比較好 星龍這邊要打好久喔 每次花時間都是花在左右兩隻位置復活上面 果然還是左邊那隻好大 想到水隊啊 剛不是有說到 有獸神和海魔女那一隊嗎 獸神這次上舊之後 有組了一個隊伍 來打這邊啦 但好像還是沒有這一隊好打 還是差太多了 單單只有倍率的調整 還是稍微有點不夠啦 雖然說不是變身角色也不能要求那麼多 但還是希望能夠有多一C或兩階的加成 像獸神可能會比較好用 海魔女也是啊 魔女系列 如果海魔女能夠有更好的上修 那應該會 更好組 不然現在喔 只有減傷 這能完嗎 下次上修 希望能夠到半減以上 回復L字還是很強 你看嘛 光獸神 又多了一個回復L字的 標除 耐久杜杖就提升了耶 等於就多了一個小減傷啊 這邊要打好久喔 我們估起來先用最大火力把左邊給打死 然後豬頭的技能也不需要用到了 海星他們的技能有80%HP的回復 所以當這隊回血來不及的時候 還可以拿他的技能稍微應急一下 而且他自己也有兩個L字 好 左邊打死一次 所以如果SB的要求沒有那麼高的話 他的超缺型也可以選7-5強化 火力其實跟顯腕差不多 沒有啦其實顯腕還是更高啦 呵呵 來 右邊的應該可以打死喔 OK 然後還要再復活一次嘛 復活 很好 我覺得他轉屬性的一個好處 就是敵人復活之後 他還是被轉屬性的狀態 光是能夠確保敵人是被轉的狀態 其實就有轉的價值了 不然你看嘛 一個轉屬性的技能 CD都那麼長 用完之後然後敵人復活 然後不dm 感覺就很浪費 OK 等一下撐完這回合 然後看敵人是吸什麼 不對啊好在 那吸什麼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好痛 這一隊啊好像 還是雙 所以劍挺會比較穩一點 至少HP夠高 回復的話 靠裝備撐也可以 好還搭配了阿瑪子的增傷 這個打不過就過意不去囉 還有天降 讓章魚燒也能夠觸發 恩 果然打很順喔 真的這邊沒有轉屬性的木人沒辦法打 太硬 中間這隻也是 血高到一個炸掉 但是在我轉屬性之下呢 就可以看得出來差異了 儘管現在沒有增傷 這樣一拳打下來能夠打多少 看打快一半耶 沒有轉屬喔 大概打有沒有五分之一啊 甚至更少 然後敵人攻擊又那麼痛 所以盡早打完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OK 來 新龍 在這邊把他轉屬性沒有什麼意義啦 至少 到中間會打得比較順一點點 然後阿 在打完中間的石頭之後 要記得龍刀的技能一定要跳起來 因為鎖板面是固定的 我就被他硬過一次 畢竟這隻沒有打那麼習慣嘛 沒有打習慣的角色 怎麼會繼續點的行動呢 然後我又不是那種 會一直去看攻略網站的人 就只能靠自己的身體記住了 現在比較要小心的是盡可能的 快一點打到一半 然後美隊的二技不要存到 如屎的二技也不要存到 現在存到很麻煩 看到金魚啊就想到 剛好裡面不是有一隻 可以解決性無效喔 他有解綁 那一回合 新進銷的嗎 蠻想要的耶 我現在身上阿 就走路水 能夠解決性無效比較好用而已 現在比較多看到是放 奇異啦 但我也沒有 其實就跟大家一樣 攻缺質吸缺質 所以如果難得能夠看到 有好的代替品 就稍微想要小抽一下 好 剛打下來勒 應該快一半了 算是現在看不到血線 但血線大概是那個角 在動的地方 所以應該一拳就可以了 這邊就打過好了 我們先 開 就開解鎖好了 解鎖開完然後開弦完 雖然沒有增傷 但有兩串L字 這樣火力就夠了 欸兜欸兜 等一下L字放在 右下角 按左上角 嗯 不行 火燈沒救了 1K よし 應該是一半了 然後啊這個靜消 15回合喔 15回合啊 勉強可以耐久啦 只要版面有足夠的新珠 還算是可以 那另外再耐久一下 BUSY的劍也可以跳起來 1個 2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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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1個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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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好好 不能不能 啊新龍真的超善良的他的斬殺線好像是2%吧2%要進入也不是很難啊但至少比較好掌握機構成一大堆都什麼10啊12奇怪的數字不要順利打完也是很難的來吧最後一個再送他兩個油字 這邊沒有增傷應該也完全可以然後恢復恢復算了丟不到的就不要勉強 よし 哎百花還是蠻累的啦特別是用水隊都要撐啊撐啊撐啊 然後這次最後一關沒掉耶 啊百花吸食率好高 兩顆加一個皮 如果最後一關還有再掉一個素材的話打這裡是蠻划算的哦 你看他的素材就升兩劑嘛 那再加一個喇叭 99T有3劑 嗯如果能夠在時間短一點打得更順的話 周回的價值應該是有啦 特別是對於有刷吸食需求的玩家應該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遊戲的非常時期怪人也很多 要玩的開心啊還是要去找個動力會比較好 像現在啊是玉城州 野利也有地方可以耗也不錯 我自己是希望下個合作可以趕快到啦 你那個クロノマギア都倒了就不要再來了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改個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